大家好,我是Eric 一定有些人知道我叫尚管理解 我的本名,所以有人稱我叫尚管 我常常在社群中用的ID是ERICSK 我目前在台灣微軟做Technical Evangelist 就是技術傳教士 剛才Erving介紹說 開源的活動或軟體自由日在微軟辦是不是有個衝突沒有? 也許兩三年前以前的微軟大家會有這種感覺 但是這兩三年其實微軟一直在轉型 自從我們換了CEO去年 2014年的2月換了新的CEO之後 其實我們整個公司的策略做了一個很大的轉變 就變成過去微軟研發產品 就是說自己做了一個平台 也許就是大家熟知的Windows 然後接下來我們做的所有的軟體 都是在Secure Windows的存在而做的 這是過去兩三年以前微軟的使命 那當然40年前Bill Gates創辦的時候 他的精神是希望每個家庭都有PC 然後微軟是可以讓這個PC更好用的 但是我們自從換了新的CEO之後 他重新定義微軟這間公司 是要做productivity跟platform的公司 然後面對著世界 40年前Bill Gates看到的是PC 在進入家庭很重要 那40年後 這個我們的新的CEO Satia Nadella 他期望 他看到現在的世界其實是一個 mobile first跟cloud first的環境 那他在上任之後半年內 他就發了一封信給全公司的員工說 我們接下來要做一間 productivity跟platform的公司 所以我們正在努力的把微軟這個 當然已經成立了將近40年的一間 很有歷史的公司 那不管從公司層面 還是我們的軟體開發 因為其實我們從創辦的第一天 就是一間軟體公司 我們有很多很多的軟體開發資產 那其實在我們變成一個platform的公司之後 其實一個很重要的學習就是 我們看到為什麼不管自由軟體也好 開源軟體也好 今天可以這麼的蓬勃發展 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社群的貢獻力 不管是用什麼方式的貢獻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同意 就是說開源這件事情 不單單只是把程式碼打開而已 更重要的其實是有社群 是有ecosystem在運作 不然你把程式碼打開 完全沒有人維護 它其實是沒有任何意義 所以呢 最近大家可能看到很多微軟的改變 首先 微軟將很多過去自己的軟體開發資產 不管Windows也好 Office也好 甚至各式各樣 或者是這個project本來不是微軟initiate 可能是社群initiate的project 微軟都去參與 所以現在微軟在GitHub上面 你可以看到有非常非常多的project 在GitHub Microsoft的Repository下面 那其實你往下面拉 不只是Microsoft這個Cop 下面還有非常非常多 包括過去的open technology 既然講到open technology 我也可以稍微帶一下 過去微軟本身還沒有這麼 就是說 擁抱開源 或者是走向像這樣子 platform的公司的時候 當時要做一些open source的事情 難免會跟公司的一些商業的部分有些衝突 所以之前成立了這個子公司 是叫open tech 但是今年 今年大概一年初三四月的時候 就是說 這個公司其實它階段性任務已完成 它回歸到微軟的這個公司架構之下 這個動作並不是說微軟從此就放棄做開源的事情 而是如果我們本身就已經是一個擁抱開源的公司 為什麼還要再成立一間開源自公司 所以這個是執行長他等於說 讓open tech完成階段性任務 回歸微軟的一個重要的宣示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各式各樣 過去你聽過 不管你是從什麼角度認識微軟 你都可以在上面看到我們已經很努力的 而且不斷把這些過去的軟體資產放到這個GitHub上面 而且大多數如果是微軟自己原本的這些open source project 像是Darnet Darnet Core ASP Darnet等等 把它開源之後 你說 開源之後不是只是把程式碼放 打開放在GitHub 就叫做開源精神了 我們還要有人去維持這個ecosystem的正常發展 所以呢 成立了一個Darnet Foundation 就像Mozilla有Mozilla Foundation 然後大家常見的這個 Apache Foundation 其實就是要有一個獨立的第三方的公司 它去負責 當全世界的社群對於微軟 對於Darnet 有任何的contribution 或者任何的建議的時候 它來做一些整理 讓這些意見跟contribution 可以合併回這些各式各樣的project裡頭 那微軟當然它自己的商業公司的部分 它有contribution也會貢獻到Darnet Foundation的project下面 那當然微軟如果說是商業軟體賣給企業 它還是要有一定的服務跟保障 所以這個是在商業公司和開源社群上面合作 從去年開始的一個產物 所以我們現在不是由OpenTech這個子公司來做 跟開源相關的東西 而是跟其他社群的人合作成立了一個Darnet Foundation 來讓微軟的這些開源的軟體 可以這個很... 就是說它的生態系有人在顧 所以你可以看到裡面其實非常非常多不同的部分 微軟研究院 甚至微軟研究院自己的很多research的project 都open source在這個裡頭 IoT現在很紅的一些Internet of Things 微軟也做了一些...像大家也知道Windows 10 現在可以在Raspberry Pi 2上面rub起來 那也可以寫這個application在上面跑 用JavaScript也可以 所以還有很多的部分 那除了獨立的這些軟體 分別open source之外 大家都可以自由的去參與討論 或是checkout下來使用 另一方面當然 如果你需要一個platform 然後... 動到了 沒有... 沒有... 出現... 轉不出來啦...我又消息啦... 然後我要分蛋 好... 那... 對外來講 我們的platform 其實大家以前都很熟悉了 我們已經有Windows 然後也有Office 其實過去大家都覺得它是作業系統 都覺得它是應用程式軟體 但是... 今天時間不多 我只能口頭帶過說 其實現在Windows Office 從微軟的角度來看 這些東西都已經是platform 而不只是單獨的應用程式 所以... 你剛剛在上面的... 微軟的GitHub下面 你也可以找到很多Office相關的API 你可以去extend Office 然後用很多不同的語言 JavaScript等等 Windows當然也是 那另一方面 在Cloud Serversight呢 或是我們講Cloud端 我們也有 Azure 的這個... 雲端服務 那... 叫Microsoft Azure 那... 不是只有用Windows 跟用Dot內的 開發人員 或是使用者才能夠用 這樣子的雲端服務 我們可以看到 包含... 我隨便舉例 這個... 五分圖的Linux 我們可以看到 你現在在Azure上面 已經可以... 用到... 最新的這個Ubuntu Server 好... 那... Provider就是Canonico公司 並不是微軟自己 拿光碟來裝的 這個... 大家是跟... 官方Partnership 然後來合作提供服務 所以大家可以相信... 這個... 服務的水準 然後還有當然像是... 很... 最近非常火紅的Docker 我們也是... 合作 然後還有跟Docker的官方... 這個社群 Docker CEO 來合作提供... Docker的服務 在我們的... Azure上面 好... 那... 最後... 因為... 我想... 時間還是... 很多可以留給大家討論 那... 最後我要介紹的是... 對於... 開發人員來講 如果現場有一些... 重量級或輕量級的開發人員 其實... 微軟今年推出了一個... 新的... 編輯器 這個... Optimized for Coding的編輯器 叫Visual Studio Code 因為過去大家一聽到Visual Studio 想到的就是... 只能讓在Windows上 只能寫搭內 然後它很肥 那... 所以呢... 這個... 微軟今年呢 從... 那個... DHub的Electron專案 修改 修改了一個... 產品叫做Visual Studio Code 那... Electron修改過來的 所以它可以Run在... Windows 然後... Linux 還有... OS10上面 所以... 比方說我這台電腦 OS10 我download了... Visual Studio Code之後 其實它就是一個用來... 讓你可以寫很多... 程式語言的... 這個... 編輯器 那它... 因為是Optimized for Coding 所以它還是有一些... 跟寫Code相關的 Feature 加上去 像是... Open整個Folder 成為一個... Project的目錄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程式碼 是一個... NodeJS的JavaSquade程式碼 那我在Visual Studio Code裡頭 我甚至可以很... 很簡單的 就把這個... 這個... 這個NodeJS的Application... Run起來 好... 它這個很簡單的... 呃... HTTP的Server 好... 所以... Run起來... 可以Run... 沒有問題... 那... 除了執行... 只有執行當然沒有什麼 我們當然... 微軟過去做了很多... 在開發工具上面的貢獻 既然敢把它的名字叫做Visual Studio 當然要... 把一些... Visual Studio中好用的功能放進來 好... 不只是... 這個... 不只是... 這個... Intellisense 就是... 你在打程式碼的時候 有這個... Intellisense的顯示 這當然是很基本的 那... 另一方面 我們還可以... 設中斷點 好... 比方說當我程式... 在這邊的時候 我設一個中斷點 執行起來的時候 好... 我可以直接在Runtime做Debug 好... 所以... 當我從程式中斷在這邊的時候 我目前的Local的Variable 我都可以在這邊... 去做... 檢測 或是用一些Console 好... 去... 看一下現在的Context 可以做什麼樣的處理 好... 所以... 這個對於... 就是說... 不管你是拿什麼樣... 機器的開發人員來講 我覺得都是一個非常... 好用的工具 而且它非常輕巧 所以... 你安裝的過程 你應該不會覺得像過去一樣 Visual Studio 因為功能非常多 所以要裝很多東西 它就是一個... Ultimized for Coding的Editor 所以其實它不會有太多的東西 那當然... 包含版本控制 我們看到這邊... 我們這個編輯器內建了這個... Git的版本控制的支援 所以你也可以直接在這邊... 做Coming 做Coming OK 所以... 面對這些開源的項目 其實... 我們在... 現在的這個微軟來講 已經是一個很自然的事情了 微軟很多新的東西 甚至... 研發的成果 我們都慢慢的把它放上來 隨便舉幾個例子 像... Node NodeJS大家知道 過去是這個... 它... 開發起來的時候 它是用V8 就是Chrome Google Chrome用的這個 JavaScript引擎 那微軟自己做了一個 Chakra的引擎 所以... 我們做了一個... 比方說做了一個版本 去Folk原本的Node的這個... Project 然後把引擎換成Chakra 那... 加入了一些... 像是我們... 微軟過去把Chakra Engine 放在On 過去做WindowsOn 的Process上面的一些支援 那... 甚至是... 一些像是前端工程師來講 今天也許很多的... Web Developer 這個... 也許很多人... CSS Framework 也許有些人喜歡用Twitter的... 這個... 那個... Bootstrap的這個... CSS Framework 那... Office... Office 365 Team呢... 因為做了一個... 很完整的一個... Web 的... Application 所以我們也把Office的這個... Web Application的UI... 看一下有沒有... 有沒有一些... Sample的圖片 就把一些Office的... O... O365的這些... 一些... CSS Framework 把它釋出 這也是最近釋出的這個... JavaScript的還有CSS Framework 那... 這些我們可以看到它其實裡面用到的... 一些... 專案編輯... 那... Task的Management呢... 也都是用這些... Open Source的Tool 所以... 並沒有說... 一定要... 限定什麼樣的平台... Windows啊... 還是什麼樣的工具... 才可以使用 所以... 你從這些... 不同的Project裡頭... 慢慢慢慢... 可以感覺到說... 現在的微軟... 其實... 還是... 在跟大家強調... 我們本質上... 就已經... 要走向... 因為當然40年的公司... 不是今天... 說一句話... 隔天就會變成全... Open Source的公司... 一步一步... 慢慢的... 呃... 也不能說慢慢啦... 其實就加快角度的... 將... 讓微軟這間公司... 是在整個... 開源的Ecosystem中... 扮演其中... 一間軟體公司的角色... 所以... 我們提供很多的工具... 讓... 開發人員... 讓使用者... 來使用... 那... 也是期望大家可以... 用這些服務... 用這些工具... 來打造更多的... 好用的軟體... 或者是... 幫助更多的社會... 好... 那... 我的部分大概... 先講到這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關於Web的部分... 我等一下留到... 下一個... 講Edge的段落的時候... 再跟大家做介紹... 請說... 那... 那... 所以... 現在Web的Fork出來... Node版本... 那個Chakra引擎... 是還... 就是獨立的... 沒有Merge回規... 官方... 目前還沒有... 對... 目前... 那個Chakra的部分... 還是在Web的Fork出來了... 那... 會有這樣的想像嗎... 不知道... 我沒有... 特別的去follow這一塊... 不過... 可以看一下它的... 一些... 上面的討論... 發個... 我要把Chakra... 換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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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被吵架了... 請問一下... 那個... 剛剛說到... ASIA上面有提供... 對... 那... 關於Debian... 你們這邊是什麼處理... 呃... 其實... 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在... Azure這邊的官網上面... 你看到的一些... 呃... 這些... 非微軟的... 軟體... 或者是Server在上面... 所以你可以看... 絕大多數都是... 他背後的... 母公司... 或是官方公司... 來... 提供support... 因為對微軟來講... 我們... 商業公司... 出去給客戶的話... 不是只有... 跟他收錢而已... 大家過去想... 想到微軟... 就是想到說... 賣東西出去就是收錢... 其實不只是收... 對微軟來講... 東西出去之後... 是很重要的... 一塊是... 售後服務... 就是客戶服務這一塊... 所以... 為什麼... 我剛剛強調... Ubuntu是Canonical... 有參與這個... 協助... 就是因為... 到時候真的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其實是有官方可以進來協助... 所以... 對於... 其他的這些... 各式各樣的open source... 我們的... 抱持的角度... 就是... 第一個... 這個... 這個project... 有沒有... 背後的母公司... 可以一起來合作... 願不願意跟微軟來合作... 其實... 那其實你看... 就算非開源的... Oracle... 過去跟微軟是死對頭的... Oracle... 其實在Azure上面... 他也有合作... 推出他的服務... 那... Oracle的東西壞了... 當然是... 可能... 微軟這邊... Oracle這邊都有... 這個... 要進去來看一下問題... 那... 比方說像Hadoop這樣子... 一個open source project... 在... Azure上面... 那我們其實就是跟... 一家專門做... Hadoop Solution的公司... Hunter Networks... 來合作... 所以... 我們的態度當然是希望... Developer如果喜歡的東西... 我們都盡量的上去... 但是前提就是... 既然掛微軟的牌子... 要在Azure上面賣... 有沒有母公司的支援... 然後再來就是... 有沒有合作夥伴... 如果... 這兩個沒有的話... 微軟自己來... 弄這些東西... 有的時候會有一些... license的問題... 或者是... 支援程度的問題... 所以... 我不能說現在... 沒有... 或者是說現在... 其實你在上面找... 你可以看到是有... Community... 提供的一些... Image檔... 誒... 剛好... 剛好... Dabian沒有... 我記得... 誒... 之前我們有一個... 那個... 資源是不是貢獻一下... VM Depart... 我只是很套奇... 就是... 因為像... Debian這樣... 是... 沒有實際的公司... 對對對... 其實... 之前在... OpenTek... 努力運作的時候... 我們... OpenTek有設一個... 叫... VM Depart的網站... 它可以讓... Community去... 審密... 你做好的一些... 像... 這上面也是有一些... 嗯... 看一下... VM Depart... 這個是說明頁... 好... 這邊... 那... 那... 因為是Community提供的... 我們只能說... 這個可能... Community有人測試過... 可以用... 但是... 微軟就不負責它的一些... 比方說穩定度啦... 或是服務水準... 好... 所以... 為什麼... 像剛才Search... Debian可能沒有... 就是... 這邊應該會有... 應該... 9個... Debian... 好... 這個9月18號... 好... 這個9月18號... 那其實這個都是Community... 上傳... 如果真的想用... 還是可以用... 這個... Image的規格... 都是... OK... 可是問題就是說... 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可能就要自行... 去... Troubleshooting... 好... 像FreeBSD... 可能也是類似的狀況... 背後並沒有一個... 商業的公司來... 提供... 可是... 還是有社群的人... 會... 寫這些Image... 來... 提供服務... 所以... 我們對於... 就是說... 如果今天... 像Azure上面提供的這些服務... 微軟策略很簡單... 微軟自己的東西... 當然我們就自己會... 有這些售後服務... 那... 非微軟的東西... 我們就是找... 母公司... 或是他有沒有一些... 做這個產品領域... 非常強的一個... 合作夥伴... 如同我剛才講... Hadoop的例子... 我們就是跟... Hopper Networks... 來合作... 所以... 也許... 將來有一天... 可以跟一個... 合作夥伴... 來合作... 在Azure上面提供... Debian的服務... 但是... Currently... Not... 好... 橘白小姐已經要趕我下台了... 大家還有問題嗎? 沒關係... 反正還有第二個Session 對...我還有第二個Session 那等一下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Focus在... Web還有Browse這邊... 好... 謝謝...